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解开学法学经上的疑惑 岂能究竟了悟 阿弥陀佛 顿悟与见悟本是殊途同归 你又何必执着于此 非是弟子执迷 弟子自幼跟随师父学习花言经 如今遇到瓶颈 弟子认为想参透花言经 就应该朝礼五台山 获得文殊菩萨开示方可 请师父准许弟子离开 文殊菩萨开示 你既如此说也罢 我问你法界三观你学得如何了 法界三观分别是真空观 李氏无碍观 和周边寒荣观 弟子一直谨记于心 既是记得那便去吧 下山之后 可否顺便帮我把这两封信送达一下 是 弟子一定送到 师兄 师兄你别走 师父 您别让师兄走 师兄 您就留下来吧 师兄 跟着师父学法 渐渐体悟花言之道 不也是一样的吗 阿弥陀佛 走吧 走吧 去到外面 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师父 弟子已收拾好形状 今日便与师父及师兄弟们告辞 游子漫波波 台山里土坡 文殊指这事 何处觅弥陀 小蝴蝶 我终于不必每日黄圈青灯迎送布纸 小蝴蝶 我终于不必每日黄圈青灯迎送布纸 若我得到菩萨开示再来找你 祝你跳出轮回之苦 岂不美哉 祝你跳出轮回之后 怡红院前面就是 不过你一个出家人去怡红院做什么 哟 那个和尚想去怡红院 什么 那可是有名的青楼啊 不 是我师父要我去那里送信的 你师父是哪位 怎么让你去那种地方 贫僧的师父是钟南山的杜顺和尚 哦 原来是那个高僧大德 傻 就是那个曾将鞋子放在城门前 三日三夜无人盗取的杜顺法师 没错 他曾说过 自己在无量节以来 不曾拿过别人一草一墨 所以他的东西也没有人会偷 那是一位高僧啊 他怎么会 你莫要以常理去揣色大师的境界 高僧自有高僧的道理 法师 快快去吧 提起杜顺和尚 不会有人猜忌你的 师父虽名声远播 可我的志向是参拜菩萨 哼 圣斗小民目光短浅 岂能看出菩萨神通远远超过师父 不过话说回来 师父居然要我去青楼送信 那种烟花之地 怎么是出家人应去的地方 我得赶快把信送到 也好去见菩萨 你是来给我送信的吗 师父一生精进修行 怎会认识这种风尘女子 真是罪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文书 我知道了 啊 啊 啊 哦 观音 我事情办完了 要走了 你也跟我走吧 观 观音 这怎么会 这我可就想不明白了 师父称呼 亲娘子为观音 可亲娘子是个妓女啊 怎么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师父平生从不妄语 莫非那个女子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哎呀 这怎么可能 观世音菩萨都能化身青龙女子 那这一路的百姓 岂不都有可能是佛菩萨 可佛菩萨怎么会屈尊 变成这群庶民百姓 哪一个是菩萨 哪一个又是凡夫俗子 我可不能怠慢了菩萨 影响我的修行 真空观便是残悟平等之空性 冥灭忘情所见之事项 没错 既然都是忘情之见 我又何必拥人自扰 诸佛菩萨与凡夫俗子 我平等对待即可 这便是真空观 爱问师主何故如此 哼 法师来得正好 你给我们评评理 我给这个家伙打工 这个月多出两天工 他却不肯多付两天工钱给我 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你 你别乱讲 当初说好了工钱爱月之父 你多出工了 也是在月供里面 红口白牙法师在此 你敢耍了 好了好了 二位知主 区区两天工钱 何须当街争执 当年我师父供养五百僧人 只用了三百人份的斋饭 无人有半句怨言 钱财只是身外之物 元起则智 元简则无 执迷于此 却浪费了大好时光 供养五百僧人 却只用三百份斋饭 莫 莫非法师您的师父是 莫非 您是那位赫赫有名的 杜顺和尚之高祖 阿弥陀佛 平僧正是杜顺和尚的弟子 难得难得 想不到今日见到高僧 那工钱是我应付的 这是你的两个工钱 我岂未争这三五个铜板 我只是心怀愤懵而已 既法师开始 我已放下执念 这钱咱们还是供养法师吧 阿弥陀佛 平僧此行并不畏化缘 二位施主若是有心 可将这钱供养于寺院 广及厚德 岂不美哉 好 就听法师的 我们这就去供养寺里的僧人 没错 平民百姓都能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变革成佛菩萨 大家都一心向善 便是我等出家人的大功德 我已深深体会了真空观 若去五台山见了菩萨 菩萨定会欢喜 对了 还有一封信是给朱老母的 我要加紧行程 好能早日见到菩萨 不 这不可能 师父 这不是在戏弄我吧 菩萨 菩萨 我的事情办完了 要走了 你也和我一起走吧 朱老母 朱老母 普 普贤菩萨 这 这真的是普贤菩萨 怎么可能 不 我要冷静下来 用真空观来泯灭忘情所见之 哎呀 可这怎么解释得通嘛 哎呀 所谓理是一真法界之性 所谓事乃一切世间之相 理事无碍观 即是外相差别之事相与平等 无差之理体相互圆融 法界之性与世间之相秉然而存 圆融无碍 哎呀 既然法界之性与世间之相 能够圆融无碍 那么诸佛菩萨的无上妙法 自是可以自在随意 我又何苦执名于表象 曝贤菩萨 弟子肉眼凡愚 想不到菩萨竟然化身成一头 哎呀 罪过罪过 弟子实在不知 哎 可 可这 哎呀 我还是放不下妙堂之上 日夜供养的菩萨圣融 哎 不行 万不可玷污菩萨 弟子告辞了 哎 亲娘子 朱老母 我虽深信她们都是菩萨化身 心中却对她们的形象无法释怀 不 佛法神庙高深 这已经不是我的修为可以释怀的 哎 我要见菩萨 我要求文殊菩萨指点 真空观 理事无碍观 哎呀 我还是不明白 诸贺禁语可以是菩萨 那么万事万物 岂不皆可化为佛菩萨 究竟是佛菩萨就在这万事万物之间 亦或是万事万物无一不可成为佛菩萨 我真真切切看到菩萨随心所愿 游戏人间 可我心中却始终对菩萨的形象耿耿于怀 我的修行太过浅薄 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其中道理 文殊菩萨 请您开示弟子 让弟子顿悟这种种谜团 法师既然已来到五台山清净之地 自饮了却心中烦恼 有河谷闷闷不乐 老师主 贫僧来自周南山 是都顺法师的弟子 这一每日除了耕种收获 便是迎送花言经 实在是学无致用 贫僧自以为学有小城 便离四立志来到这五台山上 没想到这一路上所见所闻十分奇妙 所学经典无法解开心中疑惑 于是希求拜业文殊菩萨 请菩萨开示弟子 哈哈哈哈 原来你是那杜舍和尚的弟子 于哉于哉 你师父杜舍和尚 便是文殊菩萨 你被尘世的万象蒙蔽 双眼看得不够深切 却轻里迢迢跑到这五台山来 舍近求远 何其愚钝 什么 我的师父就是文殊菩萨 如此说来 我临行之时 游子漫泊泊 台山离土泊 文殊指这事 何处秘弥陀 游子漫泊泊 台山离土泊 这五台山居然只是土泊 我明白了 原来这便是师父常说的 周遍寒荣观 事项一遍寒荣一切法界 故一语多 相互圆荣无碍 大小相寒 互设互荣又无碍 佛菩萨的法身不可思议 无形无相 无与伦比 为众生显示诸种形态 随应众生心而显现 诸佛菩萨与万物有何分别 一念顿悟 五台山与废土残坡又有何分别 一切就在其中 一切相生相成 相互圆荣 我悟到了 老师主 我悟到了 老师主 佛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免之 精进 垂光照三切 心法无不限 这正是华严经的 师父 您难不成 走到外面 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原来师父一直在开示我 可我却 可我却执迷于五台山 错过了师父的教诲 师父 弟子已收拾好行装 今日便与师父及师兄弟们告辞 深度小明目光短浅 却能看出菩萨神通远远超过师父 师父 弟子悟到了 您听到了吗 弟子悟到了 师父 师父啊 善哉善哉 都顺和尚于一善寺世纪 享年八十四岁 都顺和尚为文书施力菩萨的慈悲化身 显扬华严经宣旨而起华严一宗 宣说法界缘起因果缘融 一级一切一切即一的通融思想 并提出法界三观 以阐述博大精深的华严经内涵 为后世汉传佛教的思想 带来极大的影响 贫女启实 相传在南北朝后卫时期 五台山上有一座灵鹫寺 每到阳春三月 一历都会开无遮大会 无论出家在家 无论僧俗四众 男女老少 富人还是穷人 甚至是乞丐 都可以平等参加 一起享用斋饭 他是谁 不认识 八成是来这讨吃的 天底下怎么这么多 喜欢占便宜的人 就算人家四月不缺供养 也不能空着手来白吃白喝呀 赵元万 请到斋堂里面坐 多谢小师傅 师傅 我们没有多余的钱财 这些蔬菜请您收下 多谢两位施主 你们那边请 请 施主请 施主您 师傅 我没有其他的东西 只有这些头发 供养三把 请您不要拒绝 这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您请那边坐 小师傅 来了 赵元万 您有什么吩咐 我早上还没吃饭 能先给我准备一些吃的吗 您稍等 我这就去 师傅 我还有急事 要到别的地方去 能不能先分一些吃的给我 这不行 还没到用斋时间呢 不能破坏了规矩 为什么那位老爷可以先吃 你说赵元万 他可是我们寺院的大施主 每年供养的钱财不计其数 众生平等 怎么可以有贵贱之分呢 这 总之不行 你再等一会儿吧 小师傅 我真的有急事 你们为何在此喧哗 师傅 这位施主说 有急事 想提前用斋 请问施主 您是从哪里来的 从来的地方来 看来他也是一位修道之人 大师 请您大发慈悲 先分一些吃的给我 好 就一施主 去拿三份食物来 分给女施主和他的两个孩子 是 请等一下 我的这只狗 也要吃一些东西才行啊 我们斋会只给人提供食物 不给畜生 众生平等 没有人我分别 难道人畜就该有分别吗 施主说得对 去给这位狗施主 也准备一份食物 是 请等一下 我的肚子里还有小孩 也需要分一些食物来吃 女施主 你来这里求出家人 不食摘食 却如此贪得无厌 是何道理 你肚子里的小孩 根本还没出生 难道他也能进食 你再三所求 无非贪恋美味 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 苦瓜连根苦 甜瓜彻底甜 三界无诏处 知识 恶事贤 众生学平等 心随万经波 百排俱舍弃 其如爱增和 我刚才胡言乱语 得罪了菩萨 怎么办 怎么办呀 求菩萨恕罪 求菩萨恕罪 大赦 愿您垂誓真正的平等法门 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 持心如大地 亦如水火风 无二无分别 究竟如虚空 我有眼不识真摄 学佛修行数十载 明知有平等不识之心 却控制不了自己心识的波动 随着境界而流转不停 明知要舍下这个外在的身体 无奈心中 仍然存着爱憎之心 亵渎了菩萨呀 去把刀拿来 我要挖出双眼 已输罪过 大师 您别这么做 世仰挖了双眼 也于事无补 赎罪的方法很多 您又何苦出此下策呢 师父 弟子瞒着您 我按照大众供养财物的多少 而分别对待 要是您自挖双眼 弟子岂不是要以死谢罪了 也罢 你去把菩萨供养的绣发拿来 我要修建宝塔供养 明朝万历初年 袁广法师接任住持 为了要重新装修宝塔 在塔下结出大势的圣发 发色变化不定 这座宝塔现在矗立在五台山 大塔院寺的东侧 以戒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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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